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进入到一种新的数据结构和相关算法的研究 这一个数据结构就叫做堆 那么做过系统编程的人都知道 每一种操作系统大家在上面编程的时候 都会满足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调用叫做set timer 也就是说那么通过这个调用 你给系统提供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给定一个超时的时钟 超时的时间 当这个时间过去了之后 系统会自动调用你提供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机制就是叫做系统的时钟机制 那么有一个面试算法题 就是要求你如何实现这个系统这样的一种时钟机制 那么你基于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去实现系统的这一种时钟机制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两节要研究的一道算法题 那么这道算法题呢是我一个朋友在去朗训面试的时候被问到的一道算法题 那么正好我们研究这个堆排序的时候 堆排序恰好就能够用来实现这个系统的这个时钟机制 所以我们就趁此呢把这一道算法题作为一个研究的切入点 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数据结构堆及相关算法的研究之中 那么所谓的堆呢实际上是一种数据结构 那么这种数据结构其实也不复杂 就是一种数据 但是这样的数据呢 其实有一个特殊的性质 就是数据中的元素呢 必须满足一定的相应的关系 那么它满足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个堆呢是一个数据 那么堆其实有大堆和小堆之分 那么堆的这个英文名叫做hip 那么所以它分为大堆和小堆的话就分别 叫做max heap 那么小堆的话就是mini heap 大家注意这个heap呢 它这个概念呢 跟我们这个程序的应用内存 有一个这个容易混淆的地方 如果大家这个做过这个 知道这个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硬件中 可以动态分配的内存呢 我们也用这个heap来这个表示 但我们这里这个heap呢 表示的是一种数据结构 跟计算机这个内存中的这个 可用内存 可动态分配的内存 所表示的这个heap 也就是这个堆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去搞乱 那么堆呢 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个数组 假设这个数组用a来表示 那么大堆的话 就要求数组中的元素呢 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排列 它这个规则是这样的 给定一个这个数组的元素 这个i 那么如果它要满足大堆的性质的话 它必须要满足这样的条件 这个i呢 必须要大于等于a的2乘以i 并且这个a的i呢 要大于等于这个 大于等于a的2乘以i加1 那么里面的元素呢 这个i 假设这个数组的元素是n的话 这个i就等于1 一直到这个n除以2 假设我们整个这个数组的元素 有n个元素的话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i呢 它的价标呢 就要满足1到这个2分之n 也就是这个数组的前半部分的这些元素呢 必须要满足下面这两个等式 这两个关系 这个a必须大于a的2i 然后这个a又必须大于等于这个a的2i加1 那么这个堆呢 如果满足 这个数组如果满足这里面 我们表示的这一个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称这一个数组是一个大堆 大家看 如果它满足这个关系的话 这个a 这个a呢 和这个a的2i和这个a的2i加1呢 实际上形成了一颗二叉数 那么大家看 我们这里面给定的一个这个数组是这样的 16 14 10 8 7 9 3 2 4 1 那么它就正好满足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条件 大家看 16 假设它其实的位置是1的话 那么它的左 那么这个a的2i就是a2 那么a的2i加1就是a3 a2是14 a3是10 那么16就是大于14和10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按照一颗这个二叉数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数组呢 在逻辑这里面的数组里面的元素呢 在逻辑关系上就可以对应一颗这样子的二叉数 大家看 这里面二叉数中的节点呢 是对应这个数组中的一个节点 那么这上面旁边的这一个数值呢 对应的是这个节点在数组中的这个次序 那么16呢 是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所以它对应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值是1 14对应的是数组中的第二个元素 所以它旁边的值是2 7呢 在数组中处于第五个位置 所以它旁边的这个数值是5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数组呢 满足我们这里提供的这个条件 提供的满足我们这个条件 在这里面这个条件 满足我们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数组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大堆 那么这个大堆呢 我们把这个i 2i和2i加1 这几个节点合在一起 就容易构成一个二叉数的性值 再看16 那么它的这个2i 16的下标是1 1乘以2是2 1乘以2加1是3 所以这个第二个元素是14 第三个元素是10 那么16作为一个负解点呢 它就比这个14和10要大 那么14呢 它的下标是 它的下标是2 那么2乘以2呢 得4 2乘以2加1得5 那么14这个元素呢 也就是说数组的第二个元素呢 它的值就要比数组的第四个元素 和第五个元素要大 第四个元素是8 第五个元素是7 那么数组的第三个元素呢 是10 大家看第三个元素是10 那么2乘以3得6 也第六个元素是9 2乘以3加1是7 那么第七个元素是3 所以第三个元素就要比第六个元素 和第七个元素都要大 大家看 10就要比下面的左孩子和它的 这个右边的这个元素要大 那么第四个元素是8 那么2乘以4得的是8 下标为8 下标为8的元素是2 2乘以4加1是9 下标为9的元素是这个 下标为9的元素是这个 下标为9的元素是4 这样的话 8它这个第四个元素呢 就要比第八个元素和第九个元素 它的值得要大 那么7是第五个元素 那么它的下标是5 那么它就要比第下标为10的 下标为10的这个元素1要大 所以当我们这个数组中的元素 数组中的元素 它们的这个大小关系满足下面这个二叉数 所表示的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就称之为这个这个数组呢 是一个大堆 OK 那么既然这一个数组呢 它的这个数组中的元素可以表示成一种二叉数的关系的话 这样的话 一个堆呢 它就可以一个堆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等价成一颗二叉数 只不过这颗二叉数呢 不是这个排序二叉数 我们不我们就不必要要求这个左节点的值 一定要大于这个中间 大于负节点 右节点的值就一定要大于这个负节点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二 我们的堆呢 大堆是一种二叉数 但不是这个排序二叉数 所以大家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那么当我们的一个数组中的元素满足我们这里面 所说的这个条件时满足这个条件时 那么这个这些元素呢就容易构造成一颗二叉数的这个逻辑关系 那么这种这种数组呢 我们就称之为大堆 那么有一个大堆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出三种操作 那么给定一个这个 给定一个这个数组中的这个 它在数组下的下标这个元素的话 我们把这个下标呢 除以二就可以得到这个节点所对应的这个负节点 大家看给定的这个节点是十四 它的下标是二 那么除以一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负节点 它逻辑上的负节点是十六 给定的这个元素是十 它的下标是三 除以二之后呢 它对应的这一个负节点呢 就是它的这一个 对应的这个负节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十六 节点十六 那么大家注意看 这个负节点肯定要比 它们这个这两个节点的值要大 这是我们这个大堆 所要求要保持的性质 那么给定一个节点的这个下标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左孩子和右孩子 找左孩子的话 只要把当前节点的这个下标乘以二 就可以得到它左孩子 把这个当前节点的下标乘以二加一 就得到它的右孩子 比如说我们给定一个节点的下标是二 那么二乘以二就得到这个 它的这个左孩子是八 二乘以二加一 就得到它的左孩子 那么也就是这个 在数组中还位为五的元素 也就是七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大堆 针对这个堆呢 我们提供了三种操作 一个是parent 那么把这个堆中的元素的下标 放入这个parent调用 我们就返回这个节点的负节点 那么然后把这一个 如果给定一个节点 一个堆的节点的下标 然后针用这个left呢 就可以得到这一个 它这个左孩子在这个数组中的下标 然后通过针用这个right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这个右孩子中的这个 它在这个 它的右孩子在这个数组中的下标 所以有一个堆的话 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三种操作 OK有了这里面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需要判断的 还需要根据这三种操作呢 进行下面的一个这个堆的一个操作 大家注意看 我们这个堆呢 必须有一个条件 这个数组呢 里面的元素组合成这种二叉数的对应关系 这个二叉数的关系呢 就是它的这个负节点的值呢 一定要大于它所有 它左右孩子节点的值 如果这个条件变了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 对这个数据结构进行一种调整 使得调整后的这个二叉数呢 能够满足这个大堆的这个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要满足大堆的这个要求 就是负节点的值 一定要大于它左孩子和右节 右孩子的这个节点的值 假设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这样的情况 是一个 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堆的节点值变了 本来这个节点值是4 本来这里这个节点值是14 现在变成了4 那么它就不能够满足这个大堆的要求 因为它的左孩子是14 它的右孩子是7 那么它作为负节点呢 它的值小过了它的左右孩子 所以它就不能够满足大堆的要求 那么现在我们如何调整这里面这个 这些节点的值 使得调整后这个节点的节点的对应关系 能够满足大堆的这个对应关系呢 我们是这么做的 那么当我当我们发现其中这个堆中某一个节点的值 小于它这个左孩子和这个右孩子的时候 同时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特性就是 这个左孩子所形成的这个二叉数满足一个大堆的性质 它右孩子所形成的这个二叉数呢 满足一个大堆的性质 大家看 这个节点4 它和它的这个左孩子和右孩子之间的关系不能满足大堆的性质 但是它的左孩子节点14和它的两个左右孩子2和8 是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的 也就是负节点的值大于左右孩子节点的值 以及它的这个右孩子形成的右指数 是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的 也就是说它这个负节点大于它这个左孩子节点的值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调整这一个结构 使得它最后调整之后 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呢 使得整个这个二叉数满足大堆的性质呢 我们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们发现这个负节点呢 它的值比这个孩子节点要小 这样的话 我们就找到左右孩子之中 这个数值最大的一个 然后做一个交换 大家看 对这个节点4来说 它的左右孩子 它节点最大的值是14 是这个左孩子节点的10 然后我们就把它两个做一个交换 把4放到14 14放到4上来 那么这个交换之后呢 就形成下面这种结构 大家看 做完这个交换之后 就形成这样的结构 那么4到达这里面之后呢 我们再按照原来的这个逻辑 去做一次判断 再找到它左右孩子节点的值 找到它最大的一个 然后再做一个交换 现在节点4来到了这里 然后看它左右孩子的值 大家看 左孩子的值是2 右孩子的值是8 然后把这个找到最大的这个孩子的节点值 然后它俩做一个交换 做完交换之后呢 大家看 这个4最后落到这里面来 最后完成的这一颗二叉数呢 大家看就能够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了 你看 每一个节点 它的这个 它的节点值必然大于它左右孩子的节点值 大家看 16大于它左右孩子的节点值 14和10 然后14呢也大于它左右孩子的值 这个8呢也大于它左右孩子的值 那么调整之后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数组的元素就是 16 14 10 8 7 9 3 2 4 1 最后对应的这个数组呢 是能够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的 所以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呢 这个 呃 OK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调整呢 转化成代码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这个代码之中呢 是可以把它转化成这里面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代码之中 在这个heap soul里面我们有一个实现了一个这个代码叫做max 叫做maxheapify maxheapify的这时候就要做一个这个跟就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条件做一个调整 大家看在我们的代码之中呢 在这里面这个节点4是我们需要调整的这一个元素的下标 所以我们把这个下标传到4的时候 我们执行下面这里面的代码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下标传进来 那么实际上由于我们的算法呢 是每一个节点的下标是从1开始的 但是我们这个程序里面实现成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数组的下标必须从0开始 所以当我们这里面当这里面这个给在给定这个例子中 这个里面出问题的这个元素的这个下标呢 是2 是2的话我们传进来的时候必须要传的是1 因为我们是由0开始的嘛 所以这个下标是2的话 在我们的程序中就要对应1 那么对应1的时候我们要进来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下标的值加1 加1就是为了让这个 因为我们数组下标是从0开始的 但我们的算法的数组的下标是从1开始的 所以传进来的时候要加1 加1之后计算它的左右孩子的节点 这个l呢 我们通过这个left呢 left呢就得到了他这个左孩子的这个下标 这个right呢就得到了这个右孩子的下标 得到右孩子的下标之后要减减回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所以得到下标值之后要减减 这样的话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程序运行的逻辑 最后呢这个i也要减减减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i++ 然后i减减之后才能够得到这个对应的这个元素的在这个内存中的下标 接下来这两步呢 接下来这两步呢实际上呢是去查找他左右孩子节点的最大的这一个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先拿这个先用这个负节点先用这个节点 再看先用这个节点与他的左孩子节点相比 先用这个节点与他的左孩子相比 然后找到两者最大的一个 把这个最大的这个节点记下来 然后再去跟 然后再把这个左 然后再把这个负节点和右 左孩子中最大的这个节点去跟右孩子节点比 大家看 紧接着拿着这个最大的 紧接着拿着负节点和左孩子节点中最大的一个跟右孩子节点去比 然后再找到最大的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段代码的做法呢 就是查找他这个左孩子和右孩子中 找到值最大的一个 找到值最大的一个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最大的一个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最大的这一个值呢 相互交换 找到左孩子和右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之后呢 我们把负节点的值和最大值的这个孩子节点的值进行交换 交换完了之后 我们再重复进行这一个原来这一个交换步骤 一直走到底为止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在我们这里面实现的这一个 MaxHappify呢 实现的这一段代码呢 这段的这个程序的代码呢 它实现的逻辑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节点的调整过程 就这里面给大家显示的这个节点的调整过程 OK 就是我们这里面这三个图 这个图和这个图的这个节点的调整过程 那么这样调整下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保证原来保证这个节点调整之后呢 整个这个整个这个二叉数呢 满足一个堆的性质 大堆的性质 也就是负节点的值肯定比他左右孩子的这个左右孩子节点的值要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一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MaxHappify这一个函数指形的时间效率 大家看由于我们这里面呢 是这个节点 着成的往下调整 那么这一颗二叉数它的高度有多高呢 我们这个调整的这个步骤数呢 就有多少 所以整个这个调整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呢 就跟这个二叉数的高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MaxHappify呢 这个MaxHappify呢 它所得它所运行的这个时间的复杂度呢 就是logn 因为如果我们的这个数主 它的这个元素有n个的话 那么整个它构造成二叉数的时候 它的这个二叉数的高度就是logn 那么刚才我们调整的话 只要调整的话 我们只要调整到这个二叉数的高度 这么多次的调整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个MaxHappify的这一个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logn OK 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这一个大堆里面需要做到的一个操作 有了这个操作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给定一个这个 给定一个这个数主 如何把这个数主变成一个满足大堆性质的这个 满足大堆性质的数主 那么给定任意一个数主的时候 大家看 假设我们给定的一个这个任意数主的时候 那么假设给定的一个数主 我们看一下给一个例子 就是给定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数主 就是一五三四二 这里面呢 我们有五个这个 我们这里面有五个这样的一个元素 我们如何把这个数主 经过这个调整 使得数主中的这里面的元素的排列 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呢 是这样的 大家看 我们先找我们先看这里面 当这个 当这个节点的下标 处于数主的后半部分的时候 它肯定就会处于这个 就会相当于是这个二叉数的叶子节点 因为如果这个下标i 这个下标i如果是大于这个数主的这个元素一半以上的话 那么这个i乘以2 i乘以2就会大于这个数主的这个元素的个数 也就是说当这个数主中的元素的下标大于这个二分之二的时候呢 它对应于在这个二叉数里面的话 这个元素肯定是一个叶子节点 对吧 肯定是一个叶子节点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 在下面大家看 在这里面我们给定的这个例子的数主是五个元素 那么五除以二得三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这里这三 这两个节点呢 这里这两个节点呢 肯定就是叶子节点 那么它就是叶子节点 大家看我们这个堆呢 它要求它的负节点 必须要大于它的左右还是节点 如果整个的这个数主只有一个节点的时候 大家注意 一个数主如果只有一个节点的时候 假设它只有一个节点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数主是肯定满足这个大堆的大堆的性质的 因为此时它的这个左节 左孩子和右孩子都是空 所以它这一个节点的值呢 我们就认为它大于它的左孩子和右孩子 也就是说 如果对数主中只包含单个节点的话 那么它肯定就是一个大堆 它就能够满足大堆的性质 OK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给定一个这样的数主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看 它这个大堆是怎么构建的 它的这个构建的算法是这样的 叫viewmaxheap 然后从这个数主的一半开始 数主从这里的一半开始 然后分别调用这个maxheap法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那看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五个这个元素 那么五除以二是2.5 2.5的话得到的下标是二 那么到这里面走过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三开始 二的话那么对应的这个中间值就是三 那么三的话 大家看这时候三的话 这时候三的这个元素是 其实它的元素也可以这样 我们五除以二的话就是二 二的话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 五对应的这个元素是 大家看这里面五 它的这个下标是 就是这时候i等于 N除以二就等于二 对吧 二的话我们如果从下标一开 下标假设是从一开始的话 那么这个下标 那么N除以二 在这里面大家看 我们的这一段 这里面这个代码呢 这个i呢 就会从这里面开始 从这里面这第五 这个五的元素开始 五的话它对应的这个是 它的左孩子是四 大家看它对应的左孩子是四 对应的这个右孩子是二 对吧 五孩子是左孩子是四 因为这个二乘以二的四 二乘以二加一是五 所以第四个元素是四 第五个元素是二 这时候它是大于 它的左孩子四和右孩子二的 这时候我们这个max hippify呢 就不做调整 然后把这个i呢 就走到这里面了 大家看 这个i节点就走到这里面了 这时候i等于一 i等于一 i等于一 那么这样的话 此时这个值是一 那么它的左孩子节点是五 然后它的右孩子节点是这个三 左孩子节点是五 右孩子节点是三 这样的话按照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max hippify的这个做法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五和这个一对调位置 然后这个五和这个一对调位置 然后一跑到这里面来 接下来再继续看 对于这个一呢 它的左孩子是这个四 它的右孩子是二 对吧 这时候我们找到它的左右孩子中最大的一个 由于它的这个此时这个i呢 这时候这个位置在这里面 这个一 它的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下标是二 那么它的左孩子是二 二乘以二得四也就第四个元素是四 然后二乘以二加一 第五个元素是二 那么它的左孩子是四 右孩子是二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找到它左右孩子中数值最大的一个 数值最大的一个是四 然后把它两者对调 OK 这时候对调之后 然后对调到这里面了 那么到这里面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billmaxheap呢 它就完成了 整个billmaxheap呢 它的这个流程就完成了 最后得到的这一个 得到的这一个数值 它就是满足这个大堆的性质了 大家看 五 它的这个左孩子是四和三 所以它比它的左右孩子要大 OK 然后四呢 它的左右孩子是一和二 这样的话 这个四呢 就比它的这个左右孩子要大 所以整个数值呢 这里面整个数值呢 经过调整之后呢 就满足了 就满足了我们这个大堆的性质 OK 所以我们这个billmaxheap呢 是能够把一个 通过我们这一个代码呢 就能够把任意一个数值 转变为一个满足大堆性质的数值 OK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把这个大堆 把一个任意数值 构建成一个大堆的数据结构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代码给给出来了 我们分析一下它的这个算法复杂度 前面我们讲过这个 这个maxheap这个函数执行的算法复杂度呢 是这个二叉数的高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n个元素的话 那么这个maxheap它的复杂度呢 就是这个logn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maxheap它的这个复杂度是logn 然后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循环走的大概是n次 二分之n次 所以整个这个billmaxheap呢 billmaxheap呢 这一个调用的话复杂度呢是logn乘以n除以2 也就是说它的复杂度实际上是n乘以logn 这就是整个这个构建一个大堆的一个算法复杂度是n乘以logn ok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代码实现 大家看这个是maxheap的代码实现 然后这里呢我们给定的是这一个 大家看我们这里面给定的是一个billmaxheap 那么也就是说调用了这一个 调用了这一个接口之后呢 那么给定的任意一个数组呢 就能够构造成一个大堆 那么这个数组呢是从我们这个类的这个初始化函数传进来的 ok有了这里面的代码之后 我们随便给定一个数组 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给定一个数组是1234 123478901416 然后我们用这个heapso呢 把这个数组呢 把现在这个数组呢 构造成一个满足大堆性质的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调用起来看一下 我们走走一下这段代码看一下结果 ok我们直接走起来看一下结果 运行起来之后呢 这个数组的结果是1614978314 那么把它转换成一个这个二叉数的这个对应关系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是在这里面 大家看是在是在这里面 大家看16呢 首先最开始的这个节点16 所以它的架高是1 那么它的左右孩子节点是14和9 大家看14和9 所以16代14和9 那么第二个元素是14 它的左孩子是4 左孩子是下标为4的元素 右孩子是下标为5的元素 下标为4的元素是10 下标为5的元素是7 所以这一个14呢 比它的左孩子和右孩子还要大 那么第三个元素是9 它的这个左孩子是8 右孩子是3 所以这个它的这个节点呢 比它自己的左孩子和右孩子还要大 然后这个10呢 它的下标是4 那么它的左孩子是 第八个元素 右孩子是第9个元素 第8个元素的话是1 第9个元素是4 所以它满足这个大堆性质 然后这个节点7呢 它的下标是5 所以它的左孩子是10 也就是最后一个 那么7 它就比它的左孩子要大 那么所以呢 我们运行这个代码之后呢 整个数字 它里面元素的排列次序呢 是满足我们整个这个大堆的性质的 OK 是满足我们这个大堆的性质的 所以我们的代码呢 通过我们这里面的代码呢 我们这里面实现的代码呢 我们这里面实现的代码 这个maxheapify 再加上这个buildmaxheap呢 这些代码呢 就能够把任意给定的一个整形数组呢 构建成一个满足大堆性质的数组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堆的这个属性 和这个堆的建立的方法了 有了这个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堆 来实现对元素的排序 大家看我们一个堆的话 给定一个堆的话 它最显著的一个元素 就是它的所有元素中的最大值 是在这个 是在整个元素的最开始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排序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数组构造成一个最大堆 然后把它最大 最开始的这个元素拿出来 我们得到的就是最大值的元素 然后去掉这一个元素之后 再从剩下的n-一个元素中 再构建一个最大堆 然后再把前面第一个 然后再把呃 接下来构造的这个堆的最 的这个数组的最开始这个元素拿出来 就得到导数第二大的元素 那么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得到一个数组的一个最终的排序 这种排序方法呢 就叫做堆排序 我们看一下这个堆排序的这个呃 代码的实现 大家看我们在这里面要做堆排序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对这个数组呢 先构造成一个最大堆 构造成最大堆的时候呢 那么最大的这个元素值呢 就会排在这个数组的呃 第零个位置 大家看 第零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 第零个位置跟呃 数组的最后一个位置交换 大家看 大家看 我们在这里面给定一个元素 大家看 假设我们给我们排好了一个 构建了一个最大堆之后 根据我们刚才给定的例子 我们构建一个最大堆的之后 我们就得到这个情况 这时候呢 这个最大堆呢 它的最最大值元素呢 是在最开始这个位置 也就是5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5跟它最后一个元素调换 变成这种情况 这里是5 这里是2 然后我们再对前面 这里面这个 然后再对前面这里这个 这个这个数字呢 这时候再对这一个元素呢 调用这个max一比百这个函数 大家在在对前面这四个元素呢 进行一个调整 进行一个调整之后 使得它满足这个大堆的这个性质 大家看这个5在这里面了 然后我们对这个 对这前面这四个元素进行调整 这个元素是2 那么一开始的元素是2 它的左孩子是4 它的右孩子是3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最大值节点是最大值的这个孩子节点是4 所以根据这个max happy法 大家看 根据这个max happy法 这一个函数的这个实现的 根据这个函数的这个原则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2和这个4调换 把这个2和这个4调换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关系 这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不考虑最后的元素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2 它的这个下标位置是2 然后它的左孩子节点是1 这时候它就满足了这个 这时候它就满足了这个前面的这里面 前面这四个元素呢 它所形成的这个数组呢 就满足了一个大堆的特性 这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这时候第二大的元素排在前面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4和这个1调换 OK 把这个4和这个1调换 OK 把这个1调换到这里面 大家看这时候最大的两个元素就排在后面了 紧接着我们再对前面的这三个元素进行这个max happy法的这个调整 这样的话一直这样调整的话 反复这样调整的话 最后得到的这个排序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已经排好序的一个数组 那么这种做法呢 这种排序的办法呢 就叫做堆排序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代码实现 它的代码实现是这样的 大家看在这里面这个heapso呢 首先呢我们从这个 我们先构造一个大堆 然后把这个 然后把这个堆的最开始的这个元素呢 跟堆的这个墨 跟堆的这个墨尾元素互换 互换了之后 把这个堆的这个大小的减减一 然后再对这个最开始这个元素呢 要用这个max happy法 那么它所走的流程呢 跟我们刚才这里面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那么做完这个流程之后呢 整个这个数组呢 就能够实现这个排序了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代码抛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入口地址处 大家看这里面 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 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堆排序的 这个heapso的这一个 这个 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堆排序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打乱一下它的次序 比如说这里是123 4 7 8 9 10 14 16 OK不用了 我们直接抛起来看一下 抛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元素呢 把整个1234 一直把这一个数组里面的元素呢 构建成大堆后 它的这个元素的排序是这样的 然后再进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堆排序之后 大家看 那么这个元素里面的数组呢 就能够完全按照由小到大去排序了 那么这种排序的办法呢 就叫做堆排序 OK 我们就有了这个堆排序 那么我们看一下堆排序的这一个时间复杂度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每一次这个循环里面都要调用这个max happyfi 我们知道这个max happyfi它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是logn 这个max happyfi的算法复杂度是logn 对吧 这个max happyfi它的复杂度是logn 那么这时候它外面有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是走的是这个数组元素的个数 所以外面有一个循环 所以整个这个堆排序呢 这个heapso呢 它的这个复杂度呢 这个heapso它的复杂度是这个on 乘以logn OK 那么整个这个堆排序它的这个算法复杂度是n乘以logn OK 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再讲一讲如何使用这个堆和堆排序 实现一个优先级堆列 有了优先级堆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这个系统的时钟机制了 在这里面呢 这个堆排序呢 是整个这个算法中 整个这个算法底细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排序方法 大家在这里面一定要把它给消化掉 因为它是我们几乎是我们很多复杂算法的基础 也是整个排序中非常常用的一种这个排序办法 那么除了快速排序最常用之外 接下来比较常用的应该就是这个堆排序了 那么堆排序还经常使用在这个 呃操作系统文件系统 操作系统中 它里面这个文件子系统的这个文件的规并上 这个文件系统的规并上 还经常使用到这个堆排序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这个呃 呃呃 规并排序是如何使用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这些文件的规并是如何使用这个堆排序来实现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在下一节我们再接着讲这个大堆 和这个数据结构堆的相关性质 在下一节呢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如何通过这个堆呢 和这个堆排序呢实现一个优先级堆列 有了优先级堆列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这一个系统的这个时钟机制了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扫描我这里的这个二维码加入我的这个公众号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及时的得到更多更更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 呃 谢谢大家来到扩并彼此里面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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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